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生活却被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给打破了 因为几名小混混在公路上标击车 轩恩他爸为了逼让他们而发生车祸当场去世 轩恩也因此变成了街霸 再也不能和正常人一样流利的说话 十年后长大的轩恩在手绘设计方面出类拔萃 凭着一张张出色的手绘稿 顺利的进入一家服装厂当临时工 在这里也遇见了以前的闺蜜舒贞 在舒贞的介绍下 秀恩租下了他隔壁的出租屋 以至于每晚都能听到舒贞被名叫渣男的男友欺负 愤怒的秀恩鼓起勇气敲开了渣男的家门 但柔弱的他怎会是渣男的对手呢 可怜的秀恩被渣男按在地上教训了一番 隔天上班的时候 舒贞向秀恩坦白了一切 原来舒贞是为了让自己的生活过得好一点 他只好找了为看死有点钱的小混混当男友 谁知渣男不仅暴力还有点变态 但离开了对方 自己可能连房子都没得住了 秀恩听完拍了拍舒贞并说 没事的你还有我呢 快点和渣男分手吧 晚上厂里聚餐的时候 厂长张光一直让舒贞喝白酒 目的就是想把他灌醉占便宜 还时不时的摸人家舒贞的手 猥琐的张光真让人恶心 看不下去的秀恩把舒贞拉到外面 劝他离狗蛋远一点 舒贞却说自己很需要这份工作 如果让厂长摸几下就能转为正式工 何乐而不为呢 无奈的秀恩只好独自回家 突然秀恩被几个小混混捂住口鼻 拉进了巷子深处 任凭秀恩叫破了嗓子 也没有路人过来帮助他 其中一名叫狗蛋的小混混 看秀恩一直反抗 就往他肚子上用力的锤打 直到秀恩晕了过去才停手 接下来的半小时 秀恩遭受了他们非人的对待 事后秀恩第一时间来到警局 请求警察的帮助 谁知一位和黑社会有勾当的嫖警员 对秀恩进行了一番言语糟蹋 说他虽然是结巴 但是在受到伤害的时候 总会喊救命儿子吧 还有谁会对一个穿着牛仔裤的普通女子下手呢 朴行员怀疑秀恩在撒谎 甚至认为他抓的那把凶手毛发 都没必要去做医学鉴定 愤怒的秀恩离开了警局 当他绝望地回到家里时 却发现还有更绝望的事情在等着他 原来一名笑狗腿的混混 在侵害秀恩的时候拿到了他的身份证 便一路跟着秀恩回到家里 借着送还身份证的理由企图再次侵害他 在挣扎的过程中还被隔壁的渣男听见了 他瞬间觉得秀恩只是表面清纯 突然秀恩操起玻璃奖杯砸向狗腿的狗脑袋 狗腿瞬间倒地不起 谁知受重伤的狗腿仍然不放过秀恩 一气之下秀恩用自己的方式解决了狗腿 突然因为刘警官找到秀恩来给他道歉 但恐惧的秀恩不敢让刘警官进屋 只好说自己身体不适拒绝了他的帮助 原来刘警官回到警局后 看见秀恩这个案子被嫖警员敷衍了事 于是便想找到秀恩道歉 并亲自接手帮他抓到凶手 而刘警官之所以这么重视这个强奸案 是因为他的妹妹在初中的时候也遭遇不幸 所以很能理解秀恩的感受 并且也很相信秀恩 之后的日子里秀恩白天正常上班 晚上则将狗腿的尸体分解后藏进了冰箱 由于冰箱实在太小 导致狗腿的手经常会掉出来 关键是喝好闺蜜书贞找上门 因为他刚和厂长喝酒睡觉 并害怕被渣男发现 所以想在秀恩这里躲一晚 但家里藏了尸体的秀恩怎敢同意呢 他一巴掌拒绝了书贞 回到屋内 秀恩又发现狗腿的手掉了出来 他只好把其中一部分打包带走 谁知刚出门就遇见了书贞和渣男 刚被删了巴掌的书贞 没有理会秀恩 反而渣男走上来警告他 不要再鼓舞书贞了 与此同时 朴警员拿着DNA化验单前来寻找秀恩 却刚好遇见渣男的挑衅 朴警员三下无处二的致服了渣男 并得知秀恩报案的那晚 还与另一位男人在家里亲热 于是朴警员找到秀恩 并再次对他言语糟蹋 甚至还让秀恩用五千万贿赂自己 在争吵的过程中 朴警员发现了狗腿的一只手 两人便开展了一场打斗 但柔弱的秀恩根本不是朴警员的对手 打斗过程中 朴警员的手枪掉了出来 随后秀恩先是一板穿牌了过去 然后他捡起手枪 伴随着轰鸣的雷声 一枪解决了朴警员 这一枪正中他心脏的位置 画面一转警察在现场只发现了朴警员是被自己的手枪打死 现在手枪下落不明 可能会有更多的人遇害 所以警方怀疑凶手是黑社会的那帮人 因为谁也不会料到是一位柔弱的女子 之后刘警官因为妹妹的事情再次打电话向秀恩倾诉 这里你们仔细看看刘警官 有没有觉得她很像一位大明星呢 刘警官一心想要帮助秀恩 当她来到警局再次做笔录的时候 秀恩还假装询问第一次给自己做笔录的朴警员哪去了 这让刘警官更不会对秀恩产生怀疑 突然警局抓来了一帮小混混 秀恩无意看见了狗蛋 吓得她直接跑出了警局 而秀恩并不是真的害怕狗蛋 而是想跟踪狗蛋锁定她的住址 当秀恩准备回家策划下一步复仇计划的时候 却发现渣男身上有血迹 她慌忙冲进书贞家里 此时的书贞被打得遍体鳞伤 秀恩先是把书贞送进了医院 然后直接来到渣男上班的停车场 趁她不注意的时候 用板砖砸烂了客户的车玻璃 愤怒的渣男再次对秀恩言语糟蹋 然后她就为秀恩一枪给解决了 郑中脑门 隔天秀恩来到狗蛋的家里 一个精准的射击诊重狗蛋的狗蛋 疼得她在地上嗷嗷嗷脚 原本秀恩不想取狗蛋的狗命 但她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认识激怒了秀恩 最终狗蛋也被秀恩给解决了 每次解决完一个坏人 秀恩就会回到家中淋浴 让自己冷静下来 这一切都是被逼上绝路的 她只能靠自己的方式惩罚那些坏人 原本善良的女孩 路径化身复仇女神 在复仇的道路上越走越深 无法回头 另一边刘警官发现了逐得疑点 先是DNA的鉴定结果 真是刚刚愈害的狗蛋 同时还发现秀恩送给刘警官的画像中 正有一串编码 而这正是朴槿员首枪的编码 得知一切的刘警官 立即来到秀恩家中破门而落 当她看见秀恩的日记时 被震惊了 日记中说道 突然秀恩回来把刘警官拍晕了 醒来的刘警官一直劝她收手 表示自己会帮助她 但已经走上不归路的秀恩 不会再收手了 因为法律帮不了她 警察也只会对她言语糟蹋 说完秀恩便继续开始自己的复仇之路 这次她先是约猥琐厂长 来到第三个混混的KTV 此时神志不清的厂长 还在对秀恩进行言语糟蹋 愤怒的秀恩 以枪打中厂长 用来摸书贞的那只脏手 然后又以枪打中黄毛的当下 只是这次秀恩分心了 没有真正把心 当警察赶来时 刘警官放下枪 再次劝秀恩收手 秀恩说 自己在被侵害的那晚就死了 她便把枪对准了自己的头 准备离开这个地狱般的世界 关键时刻 刘警官恳求秀恩再相信自己一次 就像她相信自己的妹妹能好起来一样 被打中的秀恩放下了枪 准备走向刘警官的时候 可恶的黄毛却给了秀恩一枪 看着秀恩倒地不起 刘警官再也控制不住了 她也给了黄毛一枪 画面来到医院 肿伤的秀恩和黄毛 居然被放在同一间病房 从护士的口证我们得知 练习惯 这真的是太讽刺了 而这一切也刚好被刘警官给听见 回到病房的刘警官愤怒至极 他恨不得拔掉黄毛的氧气罩来为秀恩复仇 当他准备下手的时候 他改变了决定 转身把秀恩的氧气罩给拔掉了 故事在秀恩停止心跳的画面中 假来而止 至于随后刘警官为何要拔掉秀恩的氧气管 看完电影的小伙伴知道为何吗 虽然导演没有向观众交代 但小编觉得刘警官是为了让秀恩不再痛苦 不想让他承受和自己妹妹一样痛苦的下半身 与其煎熬的活着 不如结束生命彻底的解脱 对他而言可能是另一种重生 并且要让秀恩把肝脏移植给侵害过他的黄毛 我想秀恩死也不会瞑目吧 那么拔掉氧气罩 秀恩的肝脏也会坏死 就不能移植给黄毛了 因为像黄毛这样的强奸犯 他不配得到秀恩的肝脏 至于黄毛的生死 我觉得并不重要 他活着也只能在疾病的痛苦中苟且偷生 他死了也是在病痛的折磨下痛苦的死去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点赞加关注支持下小蝴蝶 咱们下期接着聊 爱你们 萌萌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